今天又是女士官长来到现在进行室的 请问有何贵事 为了我们下个月即将举办的城市绕圈赛 那是什么时候 是在11月19号 在台中市第13期重化区 靠近秀泰文星店跟中国医药学院这边 举办什么 举办城市绕圈赛 那一圈的话是多长 一圈的话是约1.3公里 要找几圈 女子组的话是15圈 然后男子市民组的话是25圈 精英组的话是30圈 这样比环台赛绕圈还多圈 赢了 那这样子怎么分名次 就是我们每一个组别都会取前六名 男子组跟女子组 前三名都有2000块 1500跟1000块的奖金 第一名都有我们前线办法的冠军3 然后跟一些像UP提供的果胶 然后马吉斯准备的奖品之类的 所以四名组已经有钱还有冠军3 对 精英组呢 精英组的话呢就更特别 精英组的话呢 第一名有3000块的奖金 跟前线提供的冠军3 然后也有我们的UP国胶提供了一盒国胶 第二名的话有2000块的奖金 然后跟国胶 第三名的话呢就是1000块奖金 然后也是一样有果胶 那再有第四第五第六名 都有其他丰富的奖品 那最特别是它还有一个冲刺网的奖项 冲刺网就对 冲刺网 对 那冲刺网它怎么来才有冲刺网 那冲刺网的部分呢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冲刺积分累积的冲刺网 然后这部分有阿亮的厂商提供的 Sample的冲刺3一件 然后跟能量果胶一盒 跟奖金2000块 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冲刺网 我们每六圈都有一个冲刺的积分 然后就以积分累积计算 所以说如果我报精英组 我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的冠军3 跟冲刺网的冲刺3 然后有3000块的奖金加2000块的奖金 还有两盒果胶 当然是报精英组比较划得来 对啊 我帮你报名 但是我们有一个套拳的机制 就是如果说你被套拳的话 你就是吃个必须要离场 什么叫套拳 套拳就是当你落后领先集团一圈 那就是被套拳了 问我机械故障 会有中立圈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在机械故障的话 你会有一个中立圈 你可以在现场赶快把你的脚踏车用好 然后再上来的集团 然后跟上去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少跑一圈 也可以赢就对了 对 如果我每圈都故障 那就只有一次机会而已 所以不得已不能故障 对 不得已不能故障 那这样子一圈1.3公里的话 那绕一圈大概要多久 两分钟之内 两分钟之内 就要故障排除 对 那只好假装坏掉了 不然两分钟好像有点难 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可以换背轮的 或什么之类 都有机会可以赶快地 制作一些简易的机械故障排除 烙链啊什么那种很简单的 好除了比赛以外 那现场还有什么特别的没有 我们现场有邀请蛮多厂商 就是我们现场有一个单车架年华 有蛮多厂商会展示他们的产品 大家都可以走走逛逛 然后也会有胖卡车 大家也可以去密室吃东西 这样真的就是一个加年华的概念 对 我们就是想做一个 办一个单车加年华 然后联络大家就是交流 那这样子 爸爸妈妈小朋友都可以去哦 对 如果无聊咧 如果现场逛完之后呢 旁边有秀台可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逛街 或是旁边有逢乐公园 对 所以说是什么时候 再强调一次 11月19号 礼拜 礼拜六 好 那样 booking起来 可是绕圈的话 这样子车来车往不会很危险吗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申请全线封路 所以说到时候 不会有其他的 外来的车会进入就对了 对 我们有申请路权 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的 在这里就是竞赛 那为什么当初会选在这个位置 因为从前阵子 大家都可以发现说 当车的训练风气越来越热烈 像台中就蛮多那个 乘骑的找鸟团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蓝团找鸟团 开始有规律的就是 乘骑一起练车 那这个地方也是 阿亮去规划的一个路线 做一个绕圈赛的场地 那阿亮现在在你们 这个活动里面是担任什么角色 赛道指导 所以你们的赛道总监就对了 对 我们的赛道总监 客座指导 那我们现在 蓝团找鸟团固定在 每个礼拜二的时候 都会固定在那边 做一个绕圈的练习 我要假装不知道一样 怪不得我都看你们好多人去呢 憲哥也蛮惨来的 所以这样子剩五个礼拜的话 有开放蓝团找鸟团的那个团练吗 有啊有啊 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早上五点四十分 会在秀泰温馨店集合 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绕圈练习 而且这样子绕完圈也才六点四十左右 吃个早餐 吃个早餐七点刚好上班 完美 这样子我们绕圈的话 有没有什么车种的限制啊 我们只能够使用公路车 因为公路车的操控性 也是比较灵敏一点 禁止用即时车或是休息靶 那如果我用垫斧车呢 用垫斧车的话 应该会跟补上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啦 所以大家还是用公路车比较安全 还有什么即时靶 牛角靶 那个就不可以上场 对 没有办法上场 对 啊 服装咧 我除了穿一般的车衣以外 我可以穿即时衣 即时帽吗 可以 还是说我穿运动衣 廊廊啊那 廊廊 我们会比较建议穿 比较专业的合身车衣 比较适合 那年龄的部分有限制吗 我们公开报名的部分呢 就是要连满十八岁 所以十八岁以下咧 如果十八岁以下的话呢 我们会以车队同一报名 由教练父上跟父母有同意书 然后切结书就是说 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活动的性质 然后跟确保这个未成年 他有相当的骑程能力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所以说未成年部分 比较偏向用车队推荐的方式啦 出来认可说他的技术是OK的 对 因为毕竟这个绕圈台是有点小小的危险 对因为还是蛮吃技巧 跟骑程能力的 报名费要 报名费 所以 那这样子的话 报名费要多少钱 一个人是两百五十元 这么佛心 两百五十元还有什么 两百五十元主要我们是保险 跟那个我们有一个救护车 会在现场stand by 就是我一个医护人员 可以协助大家 这是预备的 哦 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勒 除了这个以外 厂商还有提供 像Sport Lady 他有提供旅行主作为参加奖 嗯 然后现场还有一些厂商 有一些活动啊 譬如说打卡送水壶啊 或是填文卷送 个仙草洞啊 之类的 然后而且现在蛮多厂商 他也有提供丰富的抽奖奖品 也有抽奖活动 哦 所以说我套圈之后 不应该急着走 要等抽奖 对 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 不只可以看到 精英组精彩的赛事 也可以等等就是 运气有没有抽到 高级的产品 哦 所以说活动是什么 几点到几点 嗯 我们活动的话呢 第一场到全赛是 七点开始 嗯 然后最后一场是 十点的经营组 那晚之后 我们大概预计 十一点多颁奖 然后接下来就是 紧接着就是 我们的抽奖活动 哦 这样子 电影大概预约 十二点四十的刚好 对 哈哈哈哈 最后还可以去秀台那边吃个饭 或者是看个电影 哦 才终于日游 哈哈 那车友的部分就 只要两百五 就可以享受这么多 嗯 对 那现在还有开放 厂商的摆摊吗 有啊 因为我们想要办的像 单车加莲花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 有大家可以共享胜取 那现场更热闹 所以说 厂商在找你私讯一下 看怎么摆 对 那这一届办完之后 还会有下一届吗 嗯 因为这个产地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重画圈里面 那明年之后 这个地方不见得适合 再继续搬绕圈的产地 但是明年一定还会有 可以尽其期待 我们一定会要寻找 适合的场地来举办 所以说 秀泰绕圈已经是空前 有可能绝后 对 但是你下一届还会有 其他的地方会办 对 所以说还没有 报名的车友 赶快把握这一次 报名的机会 没有错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 隐藏版的人物 会慢慢地出现 隐藏版 对 环台赛有看到吗 你那天11月19号 来了就知道 那我们就11月19号见啰 好 11月19号见 拜拜 就没有默契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